音樂 在上課過程中我們了解到 攝入續航這個新的養殖概念 只要在水中加入葡萄糖或是糖蜜之類的有機碳氧 就可以有效控制水質 完全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培養消化系統 只是這種方式在台灣比較少見 因為糖蜜在台灣的價格比較多 經查找資料後發現高粱酒釀造產業會產出非常多高粱酒糟廢氣 價格非常便宜 而且沒有人將高粱酒糟應用於生物續團的研究 所以我們決定引入高粱酒糟廢氣引入 來處理養殖廢水 以一種產業廢氣物來製衡那種產業廢氣物 我們的實驗原理是藉由控制水中的碳氮米 來使水中的益銀菌大量滋水 而我們的益銀菌達到一定的數量後 就會形成這種一口一口的生物續團 我們的生物續團不只可以起到淨化水質的作用 還可以作為魚類的普通飼料 我們的實驗是將這個高粱酒糟 加水打碎之後 變成這個 高粱酒糟萃取液 我們將實驗分為三個對照子 分別是清水 高粱酒糟萃取液 以及傳統工法的糖蜜 我們將三缸的碳氮底 都調成了一致 並且人工飼料會使黃粒螺鱗 我們也會盡期的量測水質 瞭解生物續團進化水質的作用 使用了生物續團中的營養 使得我們的紅粒螺鱗魚吃得更加健康 而且我們的 酒糟成本只有糖蜜的七分之一不到 可以給獵者省下很多的飼養費用 是一個值得推廣的特項 高粱酒糟 蛋 還有一張 高粱酒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